从基隆搭火车到南港车站 再转搭捷运 是不少通勤族 往返台北与基隆的主要通勤模式 而在北北基交通整合规划下 原本要搭建的基隆轻轨 将改为基隆捷运 从八度连接到南港展览馆 并以地下化方式借接板南线 基隆的捷运的提升 成为中运量 它的运量的规划 就从五千提升为一万到一万五 所以是增加了两倍到三倍之多 如果走地下要多一些费用的话 多出来的部分 不要全部都算 多出来的部分 我们台北市愿意跟交通部 大家就算个折数 不过是怕你们到时候又增加预算 我们到时候就一个定额 这次由交通部召集的北北基跨区会议 还包含基隆捷运与细止民生线 细止至东湖段 在细止大同路平行路段整合为一 新北市让出大同路路廊 减少道路交通与路团不足问题 便利民众转程 大同路只能一个轨道共轨 那如果变成三线六轨 其实太复杂 台北已经占了一个廊道 所以站在整个大同路的压力 所以我们必须要跟基隆捷运来共轨 以基隆来讲已经不是说进程到台北的问题 而是它作为基隆捷运的延伸 它是很重要的一个生活圈里面的卫星城市 以国土规划规模整合北北基三方交通建设 希望能扩大彼此生活圈的便利性 记者SNG小组台北报道